大家早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饮食还有宴会 第24这个单元的单字 大家可以看到24 unit 24 这里的标题有宴会 宴会在英文单字当中 我们可以用banquit这个字 我们可以用banquit这个字来代替 还有dining dining这个字有吃饭的意思 dine 它的动词是dine 去掉e加上ing就表示吃东西 饮食的这个动作 所以banquit and dining 都是有饮食跟宴会 那我们在这边会看到 有25个跟宴会饮食有关的生字 那在我们开始之前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ban 可以帮我把这个ban画起来 这个在我们25章的时候会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可以往后面翻 在我们的单字本的146页 146的第二个单字 你就会看到banquit这个字 它有在这边正式变成一个单字 它是正式的宴会 那这个banc这个字它是bank banquit跟banc在英文的念法 它们这个c跟quit这个字 它的子音是念法相同的 所以banc跟banq它们都有一样的意思 那各位如果去查一下 bancbank这个字在古代的法语当中 它是长板凳 长的板凳上面会坐满很多人 对不对 那通常在坐在这个板凳上面 大家都是为了要吃饭 所以在古代法国语当中 这个是长板凳的意思 那它是用在家当中 就大家一起围炉啊 大家一起坐在家中吃美食 庆祝的这种感觉 一起坐下来吃顿饭 那后来呢 这个长板凳就被演变为 就是半宴席的意思了 好 所以banquit这个字有宴席的意思 就跟这个bank这个字呢 法文字有长板凳是有相连的意思 好 上来我们看到第一个单字 叫accompany accompany这个字呢 有伴随陪同的意思 老师把身位稍微放大一些 好 各位可以看到呢 accompany这个字啊 有伴随陪同哦 好 那我们怎么拆解它呢 来我们先把ac抓出来 ac这个字呢 在日后各位会常看到 通常是一个a开头 这个字首 它搭配了什么 acabatamap等等 只要是这个a开头的字首 它都有朝着什么方向去哦 它都有to 还有toward 它都有去到哪里 还有呢 朝向什么地方的动作 ac这个字呢 还有toward 也有go 去的意思 好 这个ac我们解决了 to跟toward 再来呢 什么是company company这个字本身 就是一个意思 company company这个字有同伴啊 公司的意思 如果我们想要再更细的去猜哦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在学单词的时候 有学过这个comp 各位还记得吗 这个com呢 com 这个comp 其实你去查 com也有一起的意思 大家共同一起 together 大家一起的意思 所以当大家一起的朝着某个方向去 我们就叫accompany 所以呢各位 你去哪里 你的company 你的同伴去哪边 大家一起去哪边 你也就会去那里的 去同伴那里的 我们就叫做陪伴哦 大家有伴随陪同的意思 叫accompany accompany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动词三态哦 留意一下 动词三态是accompany 去why 它去掉字尾 why加上red 加上red accompany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accompany 伴随的意思哦 你的同伴去哪里 你也会跟to去的地方 好 那我们看看 它说呢 the steak is accompanied by special sauce and grilled vegetables 它说呢 这一个牛排 好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 对不对 可以看到这个牛排 看起来非常美味哦 这个牛排呢 它被伴随着 它的旁边be accompanied 各位可以看到b动词加上pp 叫做被动语态哦 我们国中学过的b动词 后面如果加上一个过去分词 过去分词又叫pp b动词加上pp 就叫做被怎么样 所以被accompany的 被陪伴着 被谁呢 buy special 这个牛排啊 被陪伴着 有个特别special sauce 有特别的酱汁 而且呢 旁边还被陪伴着一个grill的 grill的这个字是烧烤的 被烧烤过的vegetable 蔬菜 所以呢 是佐着蔬菜跟美好的酱汁哦 所以就像这样子 有蔬菜跟酱汁在旁边 陪伴着这个steak 2011